Alan 很有趣 我知道是辯論隊 那群女生是一隊的反方 討論一條題目叫做香港兒童真幸福 那女生就說你是否生氣我 突然說一說一說你是不是生氣我 因為現在網上經常說 而且不斷不斷見到她重複 反而我挺有趣 喜歡見到那男生的反擊 她很精彩 我看完這段報道後 其實我只是看了報道 只說十多年前有辯論比賽 那女生突然說你是否生氣我 大家引起討論 這個女生是不是認識過男生 是不是有什麼瓜葛 趁這個期間是否生氣我 前女朋友是否生氣我 但不僅是她 另外有個女生再問一次 然後我看到另一個人在臉書上給了一個想法 他說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說這句話 他就去翻查 他發覺原來在辯論比賽裡面 真的有這樣的策略 就是說你講了這句話 在心理上打擊對方 例如你說你是否生氣我 一來對方就嚇一嚇 突然出了怪招 另外給其他觀眾或評判去看 他這樣問你是否生氣他 就顯得剛才這方所講的說話 是一些意氣用事 令對方覺得你是否生氣我 而當時整件事會令評判或觀眾 好像那一方似乎是說一些不理性的事 意氣用事沒有理據 所以你是否生氣我這件事 其實是一種攻擊的心理戰 沒錯 除了心理戰 亦是想嘗試被批評觀眾或評判 對方其實是不理性 然後把他拘捕到這個陷阱裡 後來之後我再由頭到尾看一次辯論比賽 整件事 全程 原來更精彩 更精彩 正如你剛才所講的 就是男生的反應 我又開始覺得不是我剛才所講的朋友的看法 就是一些策略 我又不覺得是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 反方一直都說 他們覺得真幸福是很主觀的 所以那一批女生一直想想想 找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就是 你是否生氣我 就是想對方回答他 是生氣還是不生氣 然後透過他答是生氣還是不生氣 他就可以拿著這條題目 就告訴他主觀 同樣幸福到主觀 諸如此類 其實你很主觀 我不是 或者你說你不是生氣我 但我感覺上你生氣我 所以其實跟幸福一樣 都是很主觀的 這是你想出來的 是呀 因為整件事 他一直的脈絡都是這樣去 但那個男生真是好東西 對方真是好東西 他就不斷回答他是不是幸福 而是覺得對方是利題 拉開了的話題 所以不斷把他拉回正題 再重新自己的立場 是的 他在說什麼 他就說 是否生氣你跟辯論有什麼關係 之後他再問的時候 他就說 不要玩了 不要說其他事情 我們現在在做辯論比賽 我先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那他那一刻的反應 我覺得是厲害 他是一個小學生 是 還有那個時段 是一個自由辯論的時段 說一下什麼叫自由辯論 通常我們的年紀的時候 參加辯論比賽 通常都有規矩的 正方說一段 反方說一段 正方第二辯對 又再說一段 反方又說一段 接著就有一個半分鐘 一分鐘的自由辯論 大家互相對答 最後就各自出一個總結 這種就是一些傳統的辯論方式 你講一段他講一段 但是自由辯論 全程都是任理問答 沒有時間限制 那一刻真的挑戰 就是他們的即時反應 是不是 那個男生真是厲害 他不單止這句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整段 你會發覺他之後 一直再說 其實他的反應 聽完之後 他立刻能夠想得到一個對策 去對應他 不會一下子都承認 其實這些是敬人 很厲害 是啊 所以我可以想一下 其實以前的辯論比賽 其實是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可以訓練到一群同學 以前的辯論比賽 現在也有辯論比賽 可能我們太著眼了 為什麼呢 是否以前有的時候 會在電視播放給你看 我們沒有專注辯論比賽 現在也還有 但現在有的時候 他又不會在 慣常訓練在別的地方 不會讓我們看見 譬如這場比賽 這個可能也是另一種 行傳者的偏差 我們沒有專注到 其他的地方 因為我們只看到這一段片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辯論比賽 就只是以前才發生 可能現在每個學校 都會有這些辯論比賽 不過提一提 剛才那個片段 其實是小學生 那今天有沒有小學生 有辯論比賽舉行 這個就要大家給一些意見 告訴我 我們學校有沒有 我們小孩子應該沒有 小學的辯論隊 澳洲這裏 澳洲這裏 澳洲的中學都應該不覺得有 我暫時未見到有 我當然不排除 有些其他厲害的學校 會有一些 厲害的老師 然後帶領一些辯論比賽隊 出來做自己的比賽 或者出他和其他做校制比賽 都不一定都有 不過其實後來我再說辯論其實挺好 可以訓練學生的思維 例如你現在說是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每一樣東西都去想 去辯識 或者很有理性地分析 但其實我再想另一層 其實都有一個危險位 那個危險位 譬如我看他們大家的辯論的時候 去到某些位置 有些時候是為了咬而斷章取義 譬如說他講到幸福 是否叫幸福 然後有一方說完一句說話 另一方就說 如果你這樣說 這個不是幸福的話 即是你現在說自己不幸福 即是你說完就等於 你不說這個是白馬 即是說你是黑馬 這樣的意思 即是斷章取義了 在辯論過程中 這些都是一些技巧 都是嘗試拘捕對方到一個陷阱 但是問題是 如果這班的學生 在這樣的環境內 不斷地訓練 這樣的思維方式 其實到他們回到社會的時候 去跟別人交談也好 或跟別人有意見交流的時候 其實我又會擔心 另一個陷阱位就是這樣 即是太容易斷章取義 不去想得太過寬免 你覺得現在現實世界中 那些人在開會討論的時候 不是出現這些斷章取義的情況嗎 我覺得真是無人無知 就是會恐嚇這種氣氛 會由小的培養出來 是這樣 我覺得自己看見是有這樣的兩面 固然可以訓練到他們思考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 這種那麼… 例如你說這是一個策略 老師應該跟他們訓練的時候 是怎樣打倒對方 就是拿這些東西拉低對方 就是培養出這種想法 如果他這麼根深替顧的時候 他將人出來做事的時候 他都會這麼根深替顧 去將別人給你的意見 你就斷章取義了 我覺得在現在的職場裡面 這些討論其實都會多的 無人無知的 如果你擁有這種辯才的話 你在職場上面 你會更加容易鞏固自己 當然職場如戰場 我相信是這樣 就不是說要共產生 我想是競爭多於共產生 越來越上到高級的位置 其實這種討論或者爭辯會越來越多 但是我又反而覺得 辯論給學生的一些訓練 是給予他們一個邏輯思維 以及即時反應 這個都很重要 你想想如果你在別人開會的時候 別人給你一個挑戰 然後你反應很慢 不懂得怎樣回答 然後就會令人覺得你沒有工作能力 嗯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也是所有東西 兩體而拿一個中間的位置去平衡 我講一下 這兩隊辯論隊那麼厲害 當然是背後有個勁師傅 你知不知道 這兩個勁師傅 其實他們以前學生時期 都是名校裡面的辯論隊隊長 是嗎 是 沒錯 真的 所以名師出高徒 所以這兩隊辯論隊後面那些 勁的出功發功 所以令到這班學生 都非常不相罷仲 都很勁 哦 想不想知道哪一隊贏了 是啊 大家想不想知道哪一隊贏了 首先大家看看他們整段辯論比賽 其實都很明顯 因為那班一面倒的 這麼厲害嗎 一面倒的答辯都很明顯 嗯 我不知道其實那條題目是否真的會 其實那條題目是香港兒童真幸福 其實是否很明顯是令那方有利 正方有利 我不知道 但其實整個過程裏面都是 正方已經是騎了上去 所以反方就要出高招 就要出奇招 因為香港兒童真 其實都在出一個辯題的時候 都要雙方考慮很清楚 即是無論你要正方或反方 你要看看那個辯題 到底有沒有能夠爭辯 譬如那辯題一加等於二 那你怎樣爭辯呢 是的 難爭辯的 有些字眼可能是有些被你斟酌的位置 那個真字 幸福的定義 香港兒童等等 他們都要看一看策略 應該是怎樣做法 反方他用了真字來嘗試去推動 而正方其實在這裡提到 我覺得他找到很多資料 去證明他們那個論點是對的 而且真的反應很快 尤其是那個男生 其實很精彩的看法 就是小學生 小學生 真的很佩服 所以最後就是男生那邊贏了 也是實至名歸的 其實男生那邊不是 你知不知道原來那次比賽裡面 在全場裡面只有一個男生 六個 八個裡面一個男生 是的 厲害 厲害 得確很厲害 沒有啦 這條片說 你是不是生氣了我 哈哈 我們不要說其他東西 我們說這條片 喜歡這條片的 就記得按LIKE 留言告訴我 你有多喜歡 好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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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